很久以前 有三个适才如命的海盗 贪财小恶魔叶圣哲 铁公鸡女王陈金之 还有吴承信船长叶迁 他们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传书中的宝藏 我是宝箱的守护者 我知道你们来这儿的目的 只要亲我一口 我就把宝藏全部都送给你们 看够了吧 那你愿意亲我吗 当然当然 我来了 谁要请你骗死青蛙 才好就是我们的了 竟然敢打我 现在 我要把你们都变成新蛙 竟然 就答应他了 你答应他了 对了 其实 我是一名受了诅咒的王子 只要你肯亲我 我就会变成原来的模样 而且 你们也能拿着宝藏 离开这里 亲一下 亲一下啊 一下子过来啊 一下子过来啊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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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叶千语 妈 你竟然在青蛙口袋里面 藏了五百块的私房钱 我的私房钱 你老实交代啊 你还在哪里放私房钱 都拿走了 没有啦 这五百块钱是我最后的私房钱 最好是 要是被我发现的话 我罚你洗两个月的碗 知道了 赶紧起床挣钱去呀 动作快动作快